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好了,我們今天來開始玩這個白貓Project 其實之前很多觀眾都叫我去玩這個遊戲 也有些我認識的人都有在玩 但是我一直都沒什麼想著開始一個新的手機遊戲系列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平時玩過的掛蜜彈珠 但是最近又有一點想開發一些我自己沒玩過的遊戲 開始玩這個白貓 大家看到現在我Rank14 這個冒險家4級 其實我開始玩了3天 2天 3天 差不多 首抽我抽中了這一隻 Copelia 這一隻公仔 這一隻呢 我看了他的背景故事 就是說他是一個無公仔 他受傷之後是用針線連回自己 這個是挺有趣的這個角色 但是呢我又不是很喜歡他這個 槍手呢 攻擊很慢 我又不是太喜歡 但是因為呢 有很多觀眾就跟我說 你留到1月1號呢 升月的時候才再抽 那我等多幾天 那今天呢 其實 就是想 拍一條片告訴大家 其實我現在開始在玩白貓 那也都想 挑戰一些 應該難度高一點點的關卡 就是對於我來講 對於你們來講 可能非常之不容易 但是對於我這個新手來講 其實應該是挺難玩的 我相信 咦 我升級了 我家 我家鄉公鎖 不是鄉公鎖 我這個是叫做什麼 你家叫 好 擴大些少那個建築範圍 我是不是可以 nice ok 多了很多位子可以蓋東西 不錯 但是我現在沒有什麼建築物 特別需要蓋 還有我發現這個遊戲真的 不用課金 儲一下儲一下 就儲了700多顆 其實我再拿來這裡 這些應該有 800顆應該差不多 讓我拿先 然後我就挑戰一些 對我來講是 難玩的關卡 820顆 那應該去到這個 1月1號 我可以做到 30連抽 到時應該會拍片給大家看 那我想玩哪個呢 我是玩這個 緊急出動 靠你了 Kormajang 這個 其實我挑戰了第一個 但是呢 只是拿到一個皇冠 第二個關卡 要不死人啦 三次或以下 即是受攻擊三次或以下 然後還要放了阿四阿里進去 即是這個 上面那個女生 但是我沒有她在這裡嘛 那我怎麼加她進去呢 我沒有她真的加不到 那我就隨便選一個 我很想抽到龍騎士 有很多觀眾說呢 龍騎士是最好用的 那其實我看到有些 對 即是 有些朋友 加入進來一起打的時候呢 我都看到龍騎士好像 好像挺好用的 我都很想抽到 那但是 那等到我抽到為止 一晶月啦 晶月的時候 1月1號呢 那我希望我會抽到 希望 其實我可以早點出技 我這隻Copelio我最喜歡她就是 她出了技之後 會多了兩隻公仔 跟我一起在這裡打 那那兩隻公仔呢 她們都是會 出這個波波出去打人 喂 我已經被人打中了三四次了 三次攻擊以下 我最被人減慢速度 喂減慢都易速 喂不要打我才行 喂 喂 避不了 暈了 我第一次打蜘蛛 完全是不懂得打 又要捉到毒 快點 動了 喂 所以有很多朋友呢 也都包括Kisa 都跟我說過 新手其實用槍手是比較難打的 因為移動速度慢 即是攻擊速度慢一點 那這個我也覺得 那所以其實我也想呢 就是 看看抽不抽到拳手 或者 劍士 或者 或者 戰士 那些攻擊比較快一點 當然最好就是抽龍騎士 但是問題是 我抽不到的時候 沒辦法 打背部是不是有特別攻擊的 沒有啊 我以為打他背部的話 應該會有 攻擊力加成 誰知道沒有 喂 不要走那麼快可以嗎 打他不到 這樣 欸 不是射這邊 不是射這邊 兜背直 兜背 喂喂 打不到 好 我還是不要 很熟悉那個 攻擊距離 我就是死了 原來 好了 轉個三星拳手來 先 真是死了 誰 Kopelia 所以大家看到我呢 依然都是超新手 未懂得玩 我也 所以要慢慢研究一下這個 真的要 打背部 OK 他這一版沒有那些回復的 那些 那些木箱 Level12 飛飛飛 飛飛 我上網見人家打呢 就是我看youtube 見到那些日本人玩 他們打蜘蛛好像很輕鬆 但是為什麼我打得這麼辛苦 沒有 是不是因為新手 OKOK 我快死了 出個技 不知道 一次要殺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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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換個Level1的主角 可能會一下死 因為那個主角真的太低Level 完全沒有升過 只是加了那把劍給他 Autumn是不是死了 喂 這個真的難打一點 OMG 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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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現在來補他會不會補到自己的 原來都補到D 哇 我想說完全不夠他打 這隻 剛才我自己打得差 我沒理由用 沒理由用他會這麼難打 我 eigenlijk不可以打破蜘蛛網 我以為可以打破蜘蛛網 我以為可以打破蜘蛛網 那沒事吧 我是可以踩過去不能打開蜘蛛網 我被他的針圈差 我以為是可以打不開 就是可以都可以踩 即是我要這樣回收蜘蛛網是不是? ok 我會錯意 先避一避 先收蜘蛛網 不用再射我 我了解之後就容易打很多了 了解之後?剛才不了解 我以為可以打下去蜘蛛網 原來是要走過去 ok 不知道...101還是扣 喔喔 慢了慢了 Oh my god 補血了 老闆 先把蜘蛛網 我叫你出來補血了 其實我叫你出來 用槍手打沒那麼痛 原來 先找一找人 不好意思 幾時已經滑完了 死了 滑完了 Oh my god 我再避一遍 其實白貓這個遊戲都蠻技術性的 所以我蠻喜歡 喂 顧著說話 勝義是不敗 我跟你說 又慢了 我明明沒有打下去了 這次已經避了 已經是選擇了 對 有沒有那麼難打 你就知道蜘蛛打了那麼久 先補血 所以為何我喜歡這個Corpelia這個角色呢 而且我看到上網看的那個攻略呢 它是今期抽蛋裡面最好的 啊中毒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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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放他出來幫我血先 先給鼻子 先給鼻子 NO NO 沒有了沒有了 死了死了死了 嘩 只剩下Corpelia一隻 只剩下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打這個時候會不會都是這麼困難 但我發覺我真的打得很辛苦 會不會不夠level呢 因為 但他level12來的 我level32了 我這個Corpelia 是我自己打得差了 哎 終於暈了 林耳香 快出來了 不要剪我 contributors 怎能不能靠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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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頁 還ikit衝到 回血先 沒死定的啦 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明白他那一下 也.. 他那一下用美剪刀的那一下 那個timing 是哪裏 喂喂喂 為什麼我中毒?為什麼我中毒? 我沒有毒的東西在身,為什麼要這樣? 他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啊!搞定! 哇!差一點點死了,好彩 打得很差,什麼事? 這個呢,有很多觀眾他們玩白貓玩得久一點 那其實如果你有什麼攻略,即是新手應該要做的事情 告訴我 一個王冠都拿不到,實在打得太差了 實在打得太差了 還有要怎樣升一些東西呢,其實我也在想著 我給大家看看,我現在升那個 升盤,這個soul board 他有一些新技能呢,譬如像這裡這樣 他會多了一招叫做 Panic Patchwork Panic Patchwork 你知道,新招 那他需要有20個小的Rune 和8個大的Rune 即是中的Rune 他中和大的,其實是哪裡可以拿到的呢? 那這個呢,要13個,不是 要39個中的,要5個大的 這些是哪裡拿的呢? 是不是在高級的人的關卡就會拿到的呢? 其實我自己打下打下打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哪裡撿回來的 那這個呢,我現在升level呢,我不知道怎麼升好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升一些新招的 就是這裡呢 我夠的呢,其實有一個新招 可以試一下,他有兩招的可以有 我學這招先 然後呢 之後可以再升多一點血量 可以再高一點血量 不過這個不升了 我現在多了一招新招 那這個呢,有什麼的 好一點有效的升級方法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都可以告訴我 因為這個我真的不是太熟悉 那抽蛋方面呢 就現在不會抽了 有很多人都叫我留一些石 就用來在這個晶月1月1號抽 那麼其實 還有兩天而已 最後一天就等一等 那麼821石 其實都儲得很快 完全不用課金鳥遊戲 所以我覺得幾好 那麼這個遊戲我剛剛開始玩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玩多久 大家都知道我三分鐘也多 做什麼都 那所以很可能呢 我可能捱一陣呢 如果晶月1月1號我抽不到東西的話 可能我又會不玩的 不知道啊 不過如果大家有意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吧 那麼今天這個試玩 其實 可以說不是試玩 因為是說告訴大家知道 我是有在玩的 這個是一個公告來的 OK 那麼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先暫時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雖然我打得很差 那麼有什麼意見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吧 那我們下條白貓的影片回來 再繼續就這樣 拜拜